制裁濫捕警員 重組警隊 停止濫捕 停止濫捕 先往中央 是可以 好 再看看哪些 好 後上 OK 好 這邊上去 好 好 正好 好 好 現在差不多就輪到旁邊了 好了,這條了,麻煩你喊幾句了 等一等,讓他先收起來 監警變撐警 監警變撐警 獨立調查警部 獨立調查警部 制裁濫捕警員 制裁濫捕警員 重組警隊 重組警隊 停止濫捕 停止濫捕 監警變撐警 監警變撐警 獨立調查警部 獨立調查警部 制裁濫捕警員 制裁濫捕警員 重組警隊 重組警隊 停止濫捕 停止濫捕 好嗎OK OK OK的話我們不能坐下 我們放下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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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有一份公正前中壓 全面的調查報告出到來 到它裏面的延遲 一再將普通市民乘客描述為窮凶極惡的暴徒 這件事絕對不符事實 也都會將很多政治意見滲入在報告裏面 說我們普通市民嘗試在車上撕療其他人 這些又是不合事實的描述 甚至這份報告也都證明了 監警會的制度是多麼無力 它一在意自己沒有充分的積任 唯有拒絕調查警方的行為 這正正證明了大家平時有放棄幻想 要全面支持要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解決這麽多個原意的警暴的問題 另外我也都懇請各位 看著這份報告證明發生的章節 洋洋灑灑十多業子在討論的公關問題 說有沒有人在太子塵裏面喪生 我想說即使這個問題 我們今日香港人未有一個答案 未有一個真相浮現出來 但是警暴的受害者是確實實存在 甚至我好像我旁邊的那樣 我們都是受害者之一 大家應該把注意放在關注警暴上面 這個正正是這個運動持續了這麽多個月的原因 我們要做的 是為我們這些受警暴摧殘的受害者 爭取公義 發聲 亦都是時候知道自己 要怎麽樣應對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的策略 不要再把時間浪費在跟他們爭吵這些公關問題上 他們錯就是錯 這件事是不用爭辯的 我亦都希望各位 這麽多個月以來警暴的受害人 終有一天可以爭取到公義 多謝大家 好 麻煩了梁同學 那接下來下一位叫做AIS 他都有在831事件裏面被捕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AIS 我前幾天看完監警會發表那份報告之後 其實我都是冒言以對的 簡單來說其實我會覺得那一篇只不過是一個閱讀報告 警察交什麽上去 他有看什麽 接著還有很多資料其實是 卡在連登或者普通新聞那裡 看完然後他就這樣說出來 就算是完全沒有調查過 而我發生被捕那個地點就是在扶手電梯 我有看他關於那篇的報道 所謂的調查 其實只不過很片面之前就一起提到那個位置 說一說 接著就完全沒有深入講解過 警員究竟在那個位置使用了那些什麽武力 那個什麽情況之下用過那些武力 那我就在那裡說一下 那我就在電梯那個位被捕的 而被捕當時已經上下電梯出口位已經有速龍和防暴包圍著我們 接著在那個位置其實我們已經被捕了 已經知道 接著他們還不停地拿警官口打 拿胡椒噴霧不停地噴我們 然後就上下警員一起打我們 而在扶手電梯的位置就是有防暴 竟然是踩著我們的背脊 人頭這樣下來的 我們那個位置已經是極小的 已經沒有位置移動了 大家是揭住 一對一對人踩著我們的頭和背脊下來 途中一路落的時候 一路向我們嘔打 辱罵 這就是大致當時發生的事 而那份報告是沒有講過的 所以我會在那裡簡單說明一次給大家聽 所以那份報告是完全被重走輕 幫警察的 完全沒有真的調查過的 純粹片面講出來的 謝謝Ice 那下一位呢 都是在太子831事件被捕的 叫做BIGI 大家好 我是831事件 我叫BIGI 我想分享一下關於 那個監製的報告和 簡單說我遇到的事 那首先呢 我隔一天時辰 回家的時候 遇到太子的事情 我就被警察拘捕到 他那個網絡台去電梯 但是在當時他們不斷都 即是我們已經是沒有反抗 沒有這個 都知道自己被捕的了 然後他都不斷向我們 噴霧招噴霧 將其他人推到地下 然後再用警棍去偷打我們 那當時我們還要留在那個電梯那裡 那上層又有這個行務警察 想下來 即是會合下下那層的警員 但其實他們就這樣 好不留情地當我們 是一個死脈這樣踩 那他們的行動 其實是 即是除了我們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被影響 他們無差別地影響所有的盛客 包括一些的小朋友 長者 家庭主婦 我當時都已經被警察制服了 但我都被他們用警棍打傷了 那關於那個監警報告 其實那個監警報告 他們認為警察應該要獲得更加多的權力 去對待示威者 其實我覺得這份報告 反映出警方的心理狀態 其實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的訴求很簡單 我就是要要求管制警察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一份事 是警察通例 大部分都是公開的 但涉及武力那份的二十九章 就由回歸前公開到現在 已經變成消失了 而且在這些使用武力的指引 我們知道過去那一年 不斷將這個指引去放寬 然後變成現在的情況 警察是沒有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些都影響到他們使用這個致命武力的樓欄 也都見到開槍的警察全部都升官發財 如果警察可以由他們過渡和不適量的武力 來開脫他們的責任 不需要追究的話 你認為他們打的 給他們用武力打的人會怎樣回應呢 警方的行動其實顯然會引起我們很多的公安和公安 看起來他們使用的武力都很不合比 也很不專業 如果我認為所有武力 如果你達到你的合法目的要求 而達到目的之後 其實你就應該要停止 我們那班被捕了無論3號月台4號月台的人 即使是示威者也好 然後他們被你制補也好 他們被你制補也好 他們已經被你制補了 那你就要停止用你一齊的武力 我最後引用機動部隊手冊的規定 警察用警棍的時候 是不能打頭、不能打鏡、不能打背脊 也不能打關節的 但是我當晚所遇到的情況 我的手關節、我的背脊、頸都被他打傷了 而且在這份監警報告上 很刻意將警隊在這件事上 他都是被害人 然後好像說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了 警察都很努力去面對這件事 但是其實由頭到尾 他們怎樣使用武力的原則 都是沒有去探討過的 那最後我就幫我弄了 好,謝謝三位 那接下來我就會播一段聲帶 那他都是太子831被告人士 叫做Luca 那我現在播一播一下 看看那些聲音怎樣 沒有畫面的 我是831太子31被告人士 我重新說一說 那些聲音夠不夠大聲 OK 我是831太子守內 其中為兵部人士Luca 我想分享一下 當日我在站內被告前後所遭受到的對待 還有對今警會近日出的報告有些少許看法 首先在831當日 我是收到港鐵廣播 要求乘客離開地鐵站 但是當我登上電梯都算離開的時候 電梯巡頭已經被放過警員肉長輪擋住 而越多人方向就全部都是錯路 到時在電梯上面的人都很應付 但是我們並沒有作出任何的反抗 但是我們在口黑作的情況下 都是被情緒激動的警員都棍打 還有用胡椒群舞對著我們沒有差別的射 另外處於上陣的放到警員 到底層動物下面 月台觸動會合的時候 是其實猜拆那份被防止這樣下去 這一點是比較少的報道所提及過的 但是當警員最近的報告 就竟然只是輕盡大過了一句 警務人員在事件中 使用了胡椒板劑及警軍 完全分辨了他們在什麼情況下 使用了一些武力 當時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已經是在電梯一個個櫃底了 被車用手擺在頭後面 但是當時警員就逛走了那些記者 來到他們濫捕的時候 並沒有人領導 他始終成為一份向警務的報告 完全是被重受驗 將我們打造成為暴力的示威者 但是就忽略了警部 將警部合理化 這件事會令到將來警察執法的時候 更加有潛估恐 是害到市民 最後我在這裏作出一個訴求 要求警務處公佈131 當日非法使用努力的警員身份 並且要他們接受法律制裁 當下技術處分 公佈香港施導革命 好 這條傳帶我之後會傳給各位傳媒朋友 接下來我想播六條片 接下來播的片 我之後都會傳給各位傳媒朋友 我們逐一條播 接下來播的六條片 都是由市民和被告人士提供給我的 當中可能是有初口的 可能大家要注意 先進行 對 就說 是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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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